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手掌的宽幅如果大于五指相并的宽度的人 也就是说前侃良特别宽而电离坤特别窄的人 如果有这样的人 那他的财博 官禄 福德 七母等位置也一定狭窄不好看 五指之中如果有四个是宾客 那么中指就是主人 宾主之间相互协调才是好的 所以说 看手指的相必须先以中指为依据 其次是十指 无名指的指尖到达中指第一指节的中央部分 大拇指的指尖到达十指第三指节的一半 小指的指尖应该到达无名指第一指节的节文处 十指长的人平生多富贵 无名指长的人地位低微 性格也多不耐烦 手掌长而手指短的人会被地里被人嫌弃 年少时候生活艰难 如果五指断了或者因病受到伤害了 应该以损伤的手指为决断依据 具体换来 大拇指伤了多会影响生育 十指受伤对父亲的运势有不好影响 中指伤了对母亲的运势有不好影响 无名指受伤影响妻子的运势 小指受伤对孩子的运势可能会有不好影响 指甲残破的人心思深 除了向指掌之外 民间七项法的其他首相怎么看呢 下面详细了解一下 像骨肉 一个人的福气都在骨肉中得以体现 骨重的人福气重 骨轻的人福气轻 轻的人有福 骨着的人无福反贝类 肉多的人不愁吃 肉少的人口福也较少 少而骨多的人有小福无大福 肉多骨少的人应多注意身体养生 只有骨肉相称能福禄双全 像肉色 手掌上的肉因春夏秋冬四个节气的不同而不同 春天润泽 夏天温软 秋天 清丽 冬天干燥 符合此现象的就是好像 手背有青筋露出而且肉很结实的人一生辛劳 不露精但肉磁石的人有财运 如果人的手掌是夏天干燥冬天温软的情形 那么此人多贫贱又愚昧 一般说来 手掌和手背应该是气色一致的 如果掌面泛白而长辈略黑的人 富人像 反之就是穷苦相 总而言之 手上有肉比没有肉要好 肉厚一寸 家中钱财多千斤 像三主 手指跟掌缘的训 离 坤三部分 分别代表了早年 中年和晚年的运势 训主人一岁到二十五岁之间的运势 离主人二十六岁到五十岁的运势 坤主人五十一岁到七十五岁之间的运势 看哪一宫丰满 就是财福双星的 如果有缺失 则是败相 相看财运 应该和掌纹状况相结合 掌中纹路密的人能够聚财 像三材纹 三材纹指的是掌中的三大纹 不论地位高低 年龄老幼 人人都有 这是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就已经成型的 是终生不会消失的纹路 由上而下 第一纹是天文 反映的是命理根基 第二纹是地文 主要反映财运 第三纹是人文 主要反映人的福气和德性 凡是看首相都要看这三条纹 此外还可以看授纹 授纹是从砍棺向上到离工的玉柱形纹路 又叫做授袋纹 主要反映人生成败 授纹的有无 及其是否有破其他纹路 会有怎样的运势 都要和三材纹路一起参并观察 才能决断根基 财路 福德的好坏 像根基 砍宫主要反映一个人的根基 海门丰满的人 出身富贵荣华 砍位很低的人出身贫寒 可依据相关纹理共同推断 有自量上一直向上升的纹 这样的纹路会受到祖先的庇佑 纹路从砍宫不断向上直升 说明有这样首相的人是白手起家 非常不容易 像心性 像是由心而生的 所以说 从首相中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心性 看一个人的心要看掌纹分布 掌平心就平 文正心就正 纹理浅 机缘就浅 纹理深 机缘也深 纹路多的人 心机也多 纹路少的人 心思也少 纹路有中断的人 容易变得很勤快 也容易变得很懒惰 纹路多而弯曲的是 多疑的首相 纹路很深 但是不出掌的 心机谋算很多 让人难以捉摸 首相中的首闻 同样也是千变万化 每个人各不相同 下面我们看看都有什么奇特的首闻 它们都十分罕见 如果你有其中的一种 要么你是大难临头 要么你是大富大贵 反正你注定是个不平凡的人 一 棺材文 古书记载 有这种文出现时表示大难临头 人要死了 尽棺材了 故称之为 棺材文 从命相学上说 掌上出现棺材文是大胸之相 棺材文呈方格状 位于智慧线和生命线之间 是大胸之相 手上出现棺材文 很容易遭遇意外 或者健康有大隐患 首先要做体检 另外就是出入要小心 低调行事 喝酒应酬方面都要节制 当然相不独论 手面相都是急凶交杂的 虽然只是一个民间说法 但是从中医手诊的角度上讲 手上的纹路 确实跟疾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平时喝一些用大米 小米和生姜熬制的生姜粥 将手疗与食疗的方式结合起来 就可以达到驱寒和缓解胃病的效果 棺材文是古时候的说法 出现这样的纹路 表明有心脑血管的疾病 一发脑溢血等 即使您的手上出现了棺材文 也不要过度紧张 因为手诊只是中医望诊的一部分 一定要结合其他的病理特征综合判断 并通过专业医生临床检查 才能够最后确诊 二、祖臂文 祖臂文 顾名思义 说明有此文者根基不错 亦因得长辈之硬币 继承祖业而发财 即富二代之类也 此手文起于砍弓 与手中的事业线相连 三、纵欲线 纵欲线又称放纵线 远游线 多数起自太阴秋 成湖线穿过生命线 到达金星秋 也有从太阴秋 直接趋向于水星秋 人的手掌中如出现纵欲线 表示其人精神抖擞 可享受情欲之乐 不过普通人也常因此趋向不良的嗜好 在性格等方面 称得上放纵自我的人 其掌中拥有纵欲线的可能性会很大 纵欲线不是人人都有的线 一般来说 有纵欲线的人 肾脏功能不是很好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是因为此类手相的人 个性比较随便 放纵自己 没有理性 不注意节育宝经 或者是生活没有规律 经常熬夜 酗酒 抽烟等 如果手掌中生有纵欲线 而生活仍然是循规蹈矩的人 必然是由于有较好的修养及智力所致 如其会有一只强大挺直的拇指 或有一条深刻清楚的智慧线 可是纵欲线始终是一个已成欲望的表征 因此必须找寻正当发泄之初处 以达到心理平衡之最终目的 五 宠爱线 所谓宠爱线是与男女感情有关的线文 此文其实于手掌月秋底部向事业线延伸 只在部分人的手掌中出现 表示其人异性缘较好 会得到伴侣的照顾和疼爱 宠爱线通常与事业线相伴 有的相连 有的平行 有的交叉 不同的情况 有着不同的寓意 看婚姻 何时会洪乱心动 婚姻是否美满 除了要观察感情线 婚姻线外 宠爱线也是观察时不可忽略的一条线 六 人缘文 在现在这个社会当中 有一个好的人际关系是很重要的 人缘好的人跟人缘差的人在待遇上会去区别 我们都希望有个好的人际关系 下 人缘文在手掌掌侧 前对位处 一条或二三条指纹 向掌心延伸 在掌底边上斜往上走 表有人缘 人缘文一般处于月秋的中部 直线平行指向生命线或画虎指向掌心位置 而在病理上则叫放纵线 反映的是生活不规律 或生活环境和习惯的改变 同时也是糖尿病或家族遗传的征兆 秀美深长的人缘文 代表性格温和 懂得为人处事之道 人缘好 而且贵人多住 一生容易成功 多条秀美深长的人缘文 代表其社交活动能力强 擅长为人处事之道 人际关系特别好 朋友多且贵人多住 深得他人赏识和关照 一生事业成功 人缘文出现中断的情况 表示命中有贵人相助 但也会因人际关系不良 而损及个人生育 人缘文为细弱波浪状 表示命中有贵人相助 但其人际关系不稳定 时好时坏影响个人发展 人缘文出现障碍线情况 表示命中有贵人相助 但人际关系会有挫折 造成对个人发展的阻碍和困扰 人缘文出现倒行文情况 表示命中有贵人相助 但人际关系出现纠纷和困扰 造成个人发展的阻碍和损失 人缘文出现向上的分支文 表示人际关系好 命中多有贵人相助 异性缘好 有许多帮助往往来自于异性朋友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词 дв